4月26日可爱教主杨成林从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 一身轻松便装便来到了一所阳光特殊教育学校 给那里的同学们上了一堂具有特殊意义的爱心音乐课 在音乐课上远道而来的杨成林也放下了明星架子 给同学们交唱了一首关于爱的歌曲 李尚往来为了回报杨成林的爱心 同学们也是热情地回唱了一首他们的拿手曲目 不知是因为杨成林这几天过于劳累还是为情所伤 竟然当场善然泪下把大家杀了个措手不及 好融合力 然后他们音乐的领悟力很高 然后跟着这个节奏打开 因为其实 因为最近我是真的很忙很累 然后其实没什么机会就是跟小朋友接触 或者是跟其他人接触 都比较是在忙很多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是不是也经常去看完一些颜色出来的 对 非常强 其实之前其实在内地其他的城市 甚至在台北 就是都有去看望不同的小朋友 每一次我都会这样子 每次都忍不住 然后看到大家这么大城 然后孩子做得这么好 我觉得真的很棒 当天杨成林除了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境况外 更是大方邀请同学们去观看七月即将在上海举办的 为爱启程演唱会 对于演唱会的嘉宾 杨成林却迈起了关子 但是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 也是透露出了一些端倪 我们会请嘉宾 然后现在又有在协调一些嘉宾 然后希望可以有一些特别的合作 嘉宾的人选目前我想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到 但是我觉得会是不做火花 但是要看他的档期怎么样 对 那可以透露出男生 跟他的关系哦 可以说是蛮陌生的 可是很长 很长在不同的场合同台